瑞芳区的瑞庭国小建校100年 校方特别在24号当天盛大举办校庆系列活动 新北市市长朱立伦也来到瑞庭为校庆纪念良庭来揭牌 全校70几位的同学还有邻近的学校也在校庆这一天进行了多场精彩的表演 校方还特地邀请了近百岁的老校友发给他们校庆版的毕业证书 场面相当感人 瑞庭国小100岁了 新北市长朱立伦特别在24号校庆活动这一天来到瑞庭国小 为校方在校园里盖的这座百年校庆的纪念良庭揭牌 而曾任瑞庭校长近10年的现任新北市客家事务局长赖金河 也特地回来和大家一同欢庆 来自大瑞芳区所有的学校都共同起来 感觉周围来 让我们瑞庭国小今天非常的热闹 也把我们地方大家的特色展现出来 希望大家用最快乐的心情 共同来庆祝瑞庭国小100年生日快乐 未来的100年我们能够培养更多的子弟 成为地方的光荣跟骄傲 筹备百年校庆从去年的7月就开始了 那每次的会议呢委员呢或者是校友都给我们非常多的那个建议 那工作非常非常的玩锁 我们有伴侣了一系列的活动 不管是在彩阶或者是绕境 甚至于铁马行等等的 那校友都非常非常的支持 那虽然很辛苦 可是看到校友呢都能够回来 欢庆百年 甚至于呢他们好久都不见了 互相抱在一起 那我们一切的辛苦呢都非常非常的值得 感谢所有的老师筹备 第二个是感恩我们老天 让我们天气先有下一点雨 但是后来起来 最上的是一种感动 尤其我手上拿这张百年筹备的纪念 代表我们瑞庭真的办事非常的用心 24号周日当天的校庆系列活动中 瑞庭国小的其他有校 包括暖暖国小和瑞芳高宫等 其他各中小学校 也都来到瑞庭一起和大家同庆 瑞庭国小全校七十余位同学 也全数进场为校庆卖力演出 人杀人杀人比你厉害人 跳舞也很老条 大家都很打拼 很孤单 小朋友表演都很认真 尤其是那个无人无私的部分 然后整个也是非常的热闹 大家都表现得很好 除了精彩的表演外 校方还邀请老校友们一起回校 发给纪念版的毕业证书 两位已近百岁的老校友 领到了这张以旧毕业证书格式 所印刷的百年校庆版毕业证书 都表示非常开心 百年校庆系列活动中 难得回到母校的瑞庭校友们 还一起和老同学们 开心大玩趣味竞赛游戏 时间仿佛又再回到了 许多年前快乐的求学时代 而全数校庆系列活动 也在午后顺利结束 记者李凡 瑞芳采访报道